念佛救民苦 张元寿是山西人 家中是以杀生为业 爹 娘 我们换个行业好吗 换行业 这行做惯了 为什么要换呢 爹 杀生总是不太好啊 不太好 瘦儿 这个鸡鸭就是生来给人吃的 再说你要不杀他 他怎么投胎超生啊 就是啊 瘦儿 你不来帮忙爹娘 还尽说这些 你放心 娘啊 都有帮他们念佛超生 可是 好了 别说了 要忙了啊 孝顺的张元寿只好忍住心中的痛苦 暗中希望父母能够早日不作杀业 不久 她的父母去世了 张元寿就开始戒杀忏悔 元寿兄 您在忙些什么 是张兄啊 我正在雕塑佛像呢 张元寿雕塑了一尊三尺高的 阿弥陀佛圣像 一心一意供养礼拜 称念阿弥陀佛圣好 希望能将功德回给父母 好舅舅双亲 有一天 张元寿做了一个梦 梦见屋子里光芒照耀 光中有二十几个人 乘坐在非常庄严的帘台上面 其中有两个人对着张元寿说 元寿 我们是你的父母 虽然圣品也曾经念过佛 可是我们的沙业很重 因此死后 躲在教唤地狱 虽然躲在地狱 可是因为念佛的力量 在接受热铁和烧铜的刑法时 却觉得像是凉水一样 昨天有一位出家师傅 来向我们说法 我们二十几个一起受苦的人 听了他说的佛法 都离开了地狱 将要往生活过净土了 由于这样的因缘 所以特别来告诉你 说完了话 这二十几个人都向西方而去 由于张元寿的大孝念佛 才能抄拔父母民间之苦 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